民众踊跃出席首相开斋节活动。目睹敦马和各部长风采。 不成15日讯,首相关迪迎来大马正治变天后的首个开斋节门户开放,首相敦马哈迪时隔15年再次以主人家身份迎接全民和国内外宾客,截至下午12时30已经有约3万人出席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开斋节第一天,首相马哈迪与内阁部长在首相关迪举办开斋节参会,这也是西蒙入主部城后的首个大型开斋节门户开放活动,获得民众踊跃参与。 虽然参会是从早上10时至下午4时30分进行,不过许多民众一大清早就来到首相关迪等候,希望一睹各个部长,特别是首相敦马的风采,人潮络绎不绝,其中可看见不少华人民众携家带口道来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截至上午11时已经有大约1万民众出席开斋节门户开放活动,虽然现场非常闷热,但民众情绪非常高涨,忙住自拍和群拍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在政治领袖底部的奖牌,大批民众聚集在此,以等候他们喜欢的明星。 马哈迪夫妇是最受各个民族欢迎的全民领袖,大部分民众都是排队等着与他们握手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在早上十点左右,最先抵达红地毯的是经济事务部长拿都斯里阿兹敏夫妇,随后是内政部长安斯里慕尤丁,大约上午11时20分,敦马哈迪抵达,引起全场的掌声和欢呼声,场面沸騰,还有人高喊敦万岁。 马哈迪夫妇,国防部长穆哈默沙布,穆尤丁,财政部长林冠英夫妇,教育部长马智利夫妇,阿兹敏阿里,交通部长陆赵福等各个部长与民众一一握手,整个过程长达一个小时多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由于人潮过多,场面极度混乱,预留给媒体的台前场地也被民众挤得水泄不通,极大影响媒体作业。 民众还发生推撑,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也失去效用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值得留意的是,根据纳吉政府时期的惯例,首相将会在官邸内与民众握手见面,但如今易马公司案上在调查中,今年首相官邸主宅没有对外开放,官邸范围内的大操场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